好迷路啊 真是浪费 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吃不饱吗 比如我 反正也是要被扔掉的 整件垃圾桶 还不是弄我肚子 干吗 没 没 没干吗 这也不用你收拾 VIP大包马上就来客人了 赶紧去准备酒水吧 是 盛总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个月的工资 工资啊 财务出差了 大概会延到下个星期吧 怎么 你很缺钱吗 没有 没有 能发就行 回去吧 哎 哎 雷总 不好意思 让你休等了 房间马上就好 没事 等一会儿也无妨 起码看到了有趣的事情 你看 我说 我说 还真真是 我说 我说 你这个人 有什么 一样 我说 一样 我说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有什么 你这个人 我说 还能是什么 礼物呗 又是未亲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上次刚送走了一批 这次又来了一批 要不让不快递小哥退回就好了 可是我哪有那个闲钱呀 这家伙 到底有完没完啊 果然 他能成为艺术界的新处 不是没有理由的 交给公司的设计师 让他们新一季的产品 尽量参考画稿上的元素 到时候结合寻然的画展做推广 好的 喂 有完没完 你到底还想折腾我到什么时候 说话声音那么大干嘛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粗鲁啊 少莫废话 你还想送你送到什么时候 东西都到了呀 挺快的嘛 回去就给他逃平 我跟你逗了嘛 那天送话的时候 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 不要再给我送任何东西 你送的东西 只是浪费快递费而已 喂 听不清楚 喂 听不清 我这里信号不太好 有什么事情啊 你当面跟我说吧 我把地址发给你 你若有事过来找我吧 喂 喂 这么远 我连天魔的钱都没有 谁给你那勇气砸手机啊 靠平啊 我错了 最后你帮我收了 我已经那个神通吧 我跟他八字不合呀 这边请 这边请 你来了 这么快 我打电话了几十块钱 能不快吗 这么有诚意啊 赶紧喝口茶 我来 好好喝呀 渴死我了 知道你来了惠可 特意加了蜂蜜跟薄膜 谢谢你啊 我来其实是想说 我 现在是茶点时间 有什么事 吃点东西再说 这些 真的可以吃吗 当然啊 你别来这套 你不要以为用这些糖衣炮弹 就可以让我屈服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骗我 不要以为花点钱 哄哄别人别人 就会原谅你 我告诉你 对别人可以 对我 没门 那你要我怎么样 你才肯原谅我 道歉 不可能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最好现在就找人 把那些东西拿走 要不然 就等我有钱了 再跟你寄回去 再见 不要怪我 不是我不想吃你们 怎么实在不能吃 苍天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 不 都是 你做的是对的 绝对不能漏了他的陷阱 好吃的我说 我什么都没见过 都给我撤了 真麻烦 见不到这个女人嘴这么硬 其实啊 我倒觉得 这个周小姐 很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又有什么用 我还从来没被人 这么博过面子 如果要不是我 只对她的身体 不起排斥反应 我会在她身上 浪费这么多时间吗 其实 想让她接受您 并不难 怎么说 道歉 不可能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给别人道过歉呢 如果你不到歉的话 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你想一想 你花了十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像她这样的人 难道最后就要失败 在一个道歉上吗 可 可我不会道歉 就三个字而已 没有那么难 你现在赶过去的话 应该还能追上她 都怪那个卫星 选什么破地儿 那公交车都没有 害得我要自己走回去